很多朋友看了好几部盗墓笔记 却依然是云里无里 今天我们就把整个故事情节从头到尾梳理一遍 让你一口气看完盗墓笔记全八部 第一部是七星卢王宫 对应的是剧版盗墓笔记 它的位置在山东临沂平易县 牧主是周牧王 鲁商王 铁面生 50年前 无邪的四位祖辈在长沙标志里发现了战国博书 但很不幸的是 有一人触碰了机关变成了血石 无邪的爷爷将这份战国博书带了出来 但后来又被囚德考骗去了 1974年 囚德考破议了博书 又花重金让金万堂引吴邪入局 于是山叔带着吴邪去了山东的鲁王宫 这个墓相当诡异 因为它原先是周牧王的墓 后被鲁商王所盗 还将墓王身上能够藏身的御勇 穿在了爱人遥光身上 可没想到却被自己的军师铁面生所害 所以最后躺在御勇里的又变成了铁面生 御勇每500年退皮一次 但是未到时间退下 尸体将会起失变成血石 所以在门游瓶跪下的棺材里 是周牧王的血石 吴邪在这个墓中得到了蛇眉铜鱼 这是汪丈海到墓后放入的 用来记录自己的生平 而门游瓶则拿走了可以开启青铜门的鬼席 说到这个鬼席 为什么会在这个墓中呢 是汪丈海放入的 还是鲁商王放入的 其实都不是 这个鬼席是西王母送给周牧王的 而鲁商王在盗墓时发现了鬼席 并用其调动阴兵 第二步是陆海前沙和青年神术 对应电视剧陆海前沙青年神术 西沙海底墓 大概位置在南海省的东南部 墓主是汪丈海 书中一共描述过三次 第一次是三叔和谢连环一起进去的 在考古队熟睡的那个夜晚 三叔和谢连环提前按照求乐考给的地图 偷偷进入 后组织派人来准备将考古队的三叔除掉 取而代之 可刺杀失败后引起了三叔的警觉 所以三叔和谢连环互换了身份 三叔躲在墓中没有出去 而谢连环则假扮三叔 谢连环在尔尸中装睡 文警带领队伍进入 由三叔吸引众人 将众人迷运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 一方面是因为组织在考古队内部 安唱的人监视三叔和谢连环 另一方面是三叔和谢连环 想知道寥言院的具体位置 将众人迷运后交给组织 然后跟踪到了寥言院的位置 进行后续操作 第三次是无邪 胖子 门游瓶 阿宁等人一起 到了海底墓最顶端时 他们的面前展现出了一个天空的模型 在天空模型中央 发现了一具干尸 王胖子猜测 那就是汪章海本人 和墓室出现了海猴子 意外触动机关 引发了爆炸 将整座墓室炸毁 秦岭神树的秦岭位于陕西省 内关 中平原云陕南地区 这是一棵巨大的古代祭祀青铜树 这部分主要讲的是 无邪的发小老杨 据说秦岭古墓中的青铜神树 有一种物质化能力 能让人死而复生 老杨为了复活自己的母亲 被困死站在这里 是个十足的孝子 可他深厚的识念 触发了秦岭神树的物质化能力 复制出了另一个自己 复制了老杨走出古墓 找到了无邪 准备用同样的方法 复活自己的母亲 可他们在墓中 却遇到了死前巨蟒 祖九婴 老杨身负重伤后 带着炸药跳入大蛇腹中 同归于尽 弹幕笔记第三部 云顶天宫 云顶天宫位于 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 幕主是第十四代万能王 那里有张家仁四代守护的青铜门秘密 这里是故事最精彩 也是最关键的地方 可惜目前还没有上映对应的影视剧 万能王是人从共身体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尤炎 因为这样才可以实现长生 一代万能王死去之后 尤炎就会把他的身体吃掉 然后转入下一代万能王体内 身体虽然换了 但记忆也是永存的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一代万能王 都是从青铜门地下爬出来的 前十三代万能王 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到了第十四代万能王死 流言老了 万能王也要因此死去 所以他把汪藏海抓来 修建自己的皇陵 汪藏海在修建皇陵的时候 给自己留下了逃生的通道 并发现了东夏国 历代万能王和青铜门的巨大秘密 后将这个秘密 带到了自己的海底墓中 第四步是蛇召鬼城 第五步是米海归巢 对应电视剧终极笔记的第三集到第十六集 地点是塔木陀 墓主就是西王母 这里是长生秘诀的起源 西王母一直在研究长生的秘诀 做了大量的试验品 识别丹 陵域都是证据 然而也因此衍生了许多试验的失败品 他与周末王一见钟情 但奈何无法失守 他送给周末王 用陵域做成的御勇及识别丹 相约几百年之后相见 但周末王并没有实现他的落叶 鲁山王进入西周末时 应该是发现了周末王仍然有着呼吸 于是打上了如意算盘 但是他和铁面生都没有料想到的是 这种御勇和识别并不能真正的长生 只能保存身体的延续 真正的长生术是没有的 但这几千年来 却有人一直在苦苦追寻 第六部《殷伤古楼》 对应电视剧《终极笔记》17到25集 位置是广西八来的张家古楼 墓主张家人 这部小说带出了整个故事背后的力量 由小哥的诗意引发 铁山脚来到广西帮小哥找回记忆 后遇阿贵 盘马 鬼影 蜜罗陀 吃火的屋子 一切仿佛都在谜团中 陈王锦带领的考古队来到湖里在职 却被盘马所杀 又被一批神秘人替换了他们的身份 离奇的事情仿佛无法解释 孟悠平所属的张家与张大佛爷 确实是同一家 张家人一直生活得相当隐秘且长寿 而张大佛爷这一支 在战争年代参了军立了功 从而进入政界 在一次与重要领导人的酒后谈话中 张大佛爷将家族长寿的命令说了出去 引起了领导人的重视 从而组建了一个神秘组织 开始了张其林计划 在全国寻找张其林 1970年 组织联合酒门 灭探了广西的张家骨楼 结果伤亡惨重 后组织再次发起 由老酒门第二代再次探灭 却意外被盘马所杀 这批人又被谢九爷暗中派人替换 因为谢九爷想换掉酒门在组织内的人员 让后代脱离组织 替换后的考古队 下到的张家骨楼并没有按要求送账 反而是用铁水封关 将这个极其重要的尸体带了出来 刚好三叔在以盖房子为名义 探寻南宋皇陵 所有无脑狗帮谢九爷将尸体藏于此地 用以抗衡组织的力量 盗墓笔记第七部 《穷隆十一》 对应电视剧 《终极笔记》26到36集 主要地点 广西巴莱和四川的四姑娘山 这部主要讲的就是探秘张家骨楼 电视剧里的情节之前讲过 这里就主要讲讲原著情节 霍老太等人之所以在准备如此不充分的情况下 联合九门去探秘四姑娘山的巨大机关 原因就在于当时组织的领导人身体病危 整个组织不得不加快步伐 找到张家骨楼的位置 获得张家骨楼里的长生秘诀 然而没想到的是 那里异常危险 老九门伤亡惨重 后老九门为了保全子孙后代 便想脱离组织 因此展开了与组织多年来的抗衡 这就是为什么 无邪总感觉到有很多力量在暗中操控 导致三叔他们有很多不得不做的事情 后无邪和霍老太等人 欲再次试图进入张家骨楼 他们兵分两路 分别去往四姑娘山和广西巴莱 张家骨楼在巴莱 而进入张家骨楼的密码 却在四姑娘山的青铜模块里 密码时时变动 所以必须两边同时进入 可在进入最后一层时 因密码石板被卡住 导致密码出错 霍老太 门游瓶 王胖子等人 进入后身陷其中 四姑娘山这边的黑瞎子 也为了救无邪和小花 纳着黑毛怪坠入密道中 生死未捕 第八部是大结局片 这不知所以一直没被派成影视剧 大概是不想让大家看到结局 太悲惨了 在第八部里 无邪戴上了三叔的人品面具 以三叔的身份 整顿了三叔在长沙的产业 三叔手下盘口的马仔 无不归顺 扣无邪 攀子 小花等人兵分三路 从杭州 长沙和北京出发 前往广西营救门游瓶等人 在广西巴莱的存在中 无邪假扮了三叔 再次遇上求得考的队伍 并见到了一个肩膀融化垮塌的鬼影 他们发现这个鬼影就是30年前 张家鼓楼考古队的队员张启琳 在鬼影的推动下 他们终于深入了这诡异三群中的巨大秘密 在三群中有无数凶长无比的秘露托 无邪等人在前往鼓楼秘境的通道上 凶险万分 波轨云居 他们刚进张家鼓楼 就遇到了重伤的胖子 嘴里断断续续的说着 他们还活着 快去救人 于是小华和潘子先行进入 无邪留下来替胖子疗伤 原来胖子发现危险后 就想出来求援 谁料也被卡在这儿 等胖子缓过气来 他们在张家鼓楼第三层 看到了装满张家人段子的牵手肿 第四层差不多有1000口棺材 在第五层时 才找到了小哥和霍老太 这里四处布满了毒涨 霍老太跟大部分人已经身亡 小哥使用龟西法保留了一丝气息 由于古墓危机重重 无邪和胖子也以筋疲力尽 只能将霍老太的头颅带回去 还带上了小哥包拟的两个圆环 他们走到山东的毒木桥附近 遇到了潘子 他的身体已经融在了岩石里 为了救无邪 潘子不断开枪 用自己吸引密骆驼 最终只有胖子 无邪 小哥 三人活着出来了 后求德考的人 在后山发现了身负重伤的小华 求德考得到了那两个预缓后 就重病离世了 小华从古楼出来后 伤势严重 去了美国疗伤 后下有袖袖接管 胖子以为云彩的死 无法释怀 留在了芭蕾 小哥最后代替了无邪 去守护青铜门 并把两个鬼席的其中一个 给了无邪 说如果十年后 你还记得我 就拿着他回来 我会在这道青铜门后等你 至于黑瞎子去哪了 直到大结局 山叔也没有提过 不过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 他应该还活着 无邪打算出发去芭蕾时 小华来找无邪一起去 他调了一张照片 被无邪捡到 上面写的是千只羊 这张照片应该是 黑瞎子寄给小华的 看见小华脸上灿烂的笑容 知道黑瞎子还活着 很欣慰 这也意味着千只羊的债 已经还清了 这就是盗墓笔记 一到八部的全部剧情结束 当然 盗墓笔记里的故事 远远不至于此 还有讲无邪 父辈的老九门 和沙海 重启 葬海花 等方外剧情 这些我们后面 再一一梳理